第二品是上品慎重的步骤 所以它还是续品 还是顺于第一品的真心许 本品之手 与菩萨众种 念出上手之 弦护腾十六真思 屏幕 富标余之三重 即驻天大重 以补足上品重 六成就中之重成就 前面是出家中 大臣小臣 这个补通就是在家中 这个意思很深 说明是什么 说明这个锦 这个法文 是以度在家中为主 那在前面我们看到出家的菩萨 直立了三个人 普行文书你了 而在家菩萨中 贤护等十六个 十六是密宗的表法 代表大圆满 贤护等十六正四 他们全是 等着菩萨 地位 地位跟文书 普贤 是平等的 不是普通的菩萨 在家的等救菩萨 这个表发的一位神 念佛求生 净土的人 在家的人多 在家的人 成就不亚于出家人 是平等的 没有差别的 不晓得这个道理 所以出家人 往往很容易生傲慢些 不知道谦虚 佛陀在世 当时实现的 就是念安尊佛 释迦摩尼代表出家福 唯一摩局势代表在家福 地位平等 没有高下 释迦派亲 摄理佛目见你 到维摩局势呢 你去听他讲经说法 摄理佛目见你 见到局势的礼节 跟见佛一样 顶礼三败 又绕三场 同样的礼节 我们要看清楚 摄理佛目是出家人 四国阿罗汉 见到局势 为什么这么攻击 局势是福 局势在讲堂里面是主讲 代佛说法 出家菩萨 代佛说法 在家菩萨 也代佛说法 对于说法的人 功劲是平等的 不能有分别 要来 就会 三费 就会 三费 有点 相互 是 亚末